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吃 随便吃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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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有什么小鬼 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乔警官 你不信不代表不存在呀 这人死了都会变成鬼 鬼本不分善恶 但是如果死之前有一口怨气 有一口执念堵在心里 那他死了以后就会变成骇人的鬼 你少供来这一套 你的意思是小鬼也有怨气 你们真的不知道沈家喜女的事吗 喜女 喜女是风水七术中最恶毒的片门 你不要冲了 你不要冲了 我冲了 你不可冲了 你不冲了 你吃了你 手术中最爱的 你也不冲了 我冲了 你也不冲了 你也不冲了 你太冲了 龙胎来的女儿害怕了 那沈家 一共洗掉多少孩子 跟我来 我做到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小孩的头发 你 乔警官 乔警官 您来佛堂做什么呀 沈先生 把所有人都叫到客厅等我 我找到凶手了 快点 不要再查下去了好不好 你说什么 乔恒 如果你再查下去的话 我担心他们有危险 你同情他们我很理解 但我是警察 犯了罪 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真相面前 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了 如果真相被解开了 你真的可以掌控局面吗 我可以 乔警官 你今天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抓凶手啊 杀死沈远阳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鬼 是你们一起合谋杀死了沈远阳 你 你大白天的胡说八道 乔警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 是大太太干的吗 我发现 沈远阳的尸体上 有三处渔青 而这三处渔青 不可能是大太太一个人造成的 除非 是你们三个女人 一起干的 小鬼想弄多少处渔青 都是正常的吧 大太太都已经招了 是小鬼让她这么做的 小鬼 是小鬼 姐姐 亮亮 有胡说八道什么呢 娘 别拦手 娘 娘 他是 我们找到了二太太的前夫 李聪 这个小鬼就是二太太 点到沈家前生的小女孩 所有闹鬼的事 都是她干的 所以 小鬼是假的 亮亮昏迷 也是假的 自始至终 都是你们两个 在做游戏 娘 不是说跟弟弟做游戏吗 娘 是您让我假装睡觉的 您说只有这样 你才能和姐姐在一起 你们还告诉我 每天 你们都从后院的狗洞钻进来 扮鬼吓唬人 对吗 别说了 别说了 赵地儿 你先带亮亮去后院 娘 赵地儿乖 快去 二太太 真的吗 沈远阳相信了小鬼 自然也就相信了 去阴妙求鬼 能够唤醒亮亮 你们三个 就趁机杀了她 乔警官 你可真是变得有鼻子有眼了 可你别忘了 事发当晚 我和二太太都在神府 沈伯可是都看见了 更何况 我们大人是没有办法 从狗洞里钻出去的 难道 我们飞出去的 原因很简单 对 因为案发现场 根本就不是在阴妙 那在哪儿啊 神府 你胡说 我家少爷出门的时候 还好好的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对 我们都弄错了 因为当晚出门的 根本就不是沈远阳 而是大太太 对 我家里面 在哪儿 无论 我家里面 在哪儿 在哪儿 我家里面 又在哪儿 老闻 没有 我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